三十二三 因为我以前虽然拍过水下摄影棚的戏 但可能没有像这次动作那么多 而且说实话那天其实挺危险的 我都有一瞬间差点溺水 因为我们身上腰上绑着一个配重 如果绑着我们下不去 起来起来 我冰冰有几次差点溺水了 还是我把它捞上来 捞了快捞 快捞了 快捞了快捞了 捞了快捞了 捞了 没事吧 明明 你还跑吗 其实说实话就是 第一次进去的时候我就懵了 就感觉自己被扔在一个大海里面 就是我会游泳 但是在那个里面是没有用的 就完全没有任何技能的感觉 就一下真的进去了我就怕了 不知道为什么 蜜姐说你保护我 我说嗯 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 然后其实当时是信心满满 然后下去的时候 就感觉自己呛了好久的水 就完全是一个溺水的状态 完全没有在演戏 就是不知道要演什么 反正就是 当时就是感觉自己呛的不行了 然后蜜姐他在保护我 他把我一把拎上来了 我还在演戏那个人已经溺水了 你看他 在干嘛 他下水之前一直在捏 捏我胳膊 我就想说他好紧张 他比我紧张多 拼了 牵 没下过水 下水要真眼 说好的 我保护他的 说好的 我保护他的 说好的 我保护他的 他保护我 他保护我 你不努力在那 你不努力在那 我看到 他自己也不努力 好了 再来一道 好了 再来一道 再来一道 那天其实那点戏 我们拍了一两个小时 所以我是觉得说不容易 是一次你会记得住的体会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